9月7日下午,清华大学校使馆、档案馆、联合清华大学澳门校友会共同主办、清华校友总会等合办的清华与澳门专题展览开幕式,即大湾区与澳门未来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澳门中银大厦举行。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旭在开幕仪式前参观了展览,并对展览举办表示祝贺。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姚坚等分别在展览开幕式或研讨会上致辞。 在展览开幕仪式结束后,举办的大湾区与澳门未来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民、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冯家超等多位清华教授、校友、 从区域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就合作促进澳门发展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了研讨。